早晨,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障,我们今早有太风东方的基金经理朱俊文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朱长,今天星期大事有什么? 香港这一边主要是等待一些科技股公布业绩 因为我们香港相对美国是慢了一些公布的时间 所以巨型企业未公布 这亦对市况或疫情大半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其次就是要看美国的升势是否可以延续 因为我们也说到利率好像很乐观 看看美国会否继续有所升幅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带回落后的港股 可以进一步再向上一成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做好的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表现疲弱 市场对联储局再加息的预期降温 债息进一步下滑 美股星期五继续做好 华诺周围税是升至7% 纳指周五收市制升至184点 售报13478点 升幅1.4% 全星期计是6%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升至7%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 德国股市做好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Google和Meta都升超过1% Tesla一度升过3% 收市升幅放缓到0.7% 苹果股价要逆市向下 市场对他们中国业务的前景持续忧虑 拖累股价最多跌超过2% 收市跌幅收窄到0.5% 二与托证券形式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上升 京东星期五收市从100元楼上 ADR再给本港收市高出2% 网易、百道、美团、腾讯 都给本港收市高超过1% 腾讯星期五重上300元楼上 ADR向上收市折合306.45 比亚迪、同友邦都给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汇空给本港收市高折合58.6 阿泰区方面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升超过2% 升至682点,最新是报32,632点 首二综合指数升至58点 升幅都是超过2% 升至普通股指数升至20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至18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也是做好的 升至187点 恒指达17,8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我们会和朱sir详细谈港股 后市的走势 先讲讲上星期五美股的情况 上星期五美国公布了就业和ISM的数据 其实都是差过预期的 先讲讲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据 10月份的飞农新增职位 增加了15万个 市场原本预期是会增加18万个 所以最新的数据就是差过预期 期内的失业率是升了0.1% 去到3.9% 这是近两年以来的高位 同时市场原本预期是3.8% 所以失业率的数据也是高过市场预期 另外10月份的ISM服务业指数 51.8% 市场原本预期是53% 最新的数据也是低过9月份的数据 见到利率期购市场就显示 市场预期其实五月减息的机率 会超过五成 债息向下,美股上升 原主局上星期就公布了议息结果 一如预期就没有加息 而言论上,鲍威尔虽然说到 仍然考虑加息而不是减息 但市场也普遍解读做息口见顶 美股在意识后就连升了三天 美国的数据进一步放缓 但美股三大指数都做好 朱sir,你的看法就是 看完议息会议 听完记者会的言论之后 你认为是息口见顶了吗? 以及美股由现在到年底 走势是否可以更乐观 我们就说在整个议息会议之后 你会发觉美股之前 在这个会议的记录之前 其实很弱势的 去到最低126 你出了这个会议之后 其实你看到好像向上 连续上升 然后好像很亢奋 好像整件事改观了 我觉得在整个会议的议息声明里面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他开始是很明显没有那么硬 当然他没有可能在现阶段 是出一个放甲的进度 如果出放甲的话 他也极得重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议息会议里面 是硬得来 他是由一定的 是所谓保留 开始是我们叫避忌 开始懂避忌 因为在以前 是弱高以北议息的议息会议里面 你看到他的套持是非常强硬的 这个和是近乎二无反顾息的 就是跟你说 百分百我继续会加下去的 你想也不用想的 就是那个议息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 其实他在这个议息声明里面 虽然他仍然都说 是有机会做一个加息 但是他也同时是强调了 近日的国债 他应该是指10年期国债 或者30年国债的急速的上升 其实已经是侧面 是引渡了所谓加息 变种加息的作用 这个他也很声明 就是说 是对于近日金融的市场 那个感觉就是收紧 其实已经是起到所谓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鲍威尔 他是很愿意面对 和提出这一点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议息声明里面 其实如果他连这个point 都不提的话 仍然跟你说很嬉下去 很坦白说 市场的恐慌 我觉得会相当之厉害的 因为大家要明白 就是说 其实联储局 之前都有些金融的路线 比如说好像是波音大通的大蒙 CEO大蒙 都已经公开地 是炮军联储局 炮得很厉害的 这个也不给面 是直言指出 全部预测都是错的 就是说到这么白了 全部预测都是错的 加息的时间加持了 然后再说倒些联粉 它对于利率的点阵图 相对现在完全是一个笑话 这个 变成就是说 其实联储局自己 在整个openning里面 已经做错了 其实它自己内部 会不会是 也都关心一下自己 会不会去到尾段 它都衰收尾 衰收尾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加息加突了 这个 其实敌史上告诉我们 加息加突了 其实对于一剎那 那个经济的冲击 或者是鼓叫的市场 其实都是可以很恐怖的 所以市场都很害怕 你overland也错的 你没错的 这个 变成是有了这份议息声明 出了之后 整个环境都舒缓了很多 起码局长 原来你的眼睛都会看这些东西 那个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以客观为事实 这个我们看到 其实出了这份议息声明之后 你见到利率期货 由最激进的加息 是有大概20-30% 加息的机会 在12月下 现在降到近乎0 通常到0 这个最新的不加息 不如说不加息的患源率 去到92% 这个 就是已经是接近100%的水平 也是近期在加息的概率里面 是创深低的一个所谓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议息声明里面 其实出了之后 起码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可以 起码对美股的承接作用 我觉得来说相对比较大的 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因此极度亢奋 也觉得美股就是说 金融的衰退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钱是有一定的隱忧的 而且在企业盈利里面 都不是每间公司表现得好 再加上最后一点就是说 上方你再无限夹的话 它来到去又是个老问题 又突然了 就是说无论是标普 或者是纳指 以特别纳指的角度 又犯了禁忌是什么呢 如果再继续夹的话 就是犯了是市盈率的分布 又去到历史的次高 或者是最高的水平 那么你受了估值的限制 所以别人最后会扩下来的 大家要留意情况 好 我们看看刚刚公布了 股神贝菲特旗下的巴郡 投资的数据 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 第三季的亏损 由去年同期的28亿美元 扩大到128亿美元 亏损扩大的原因 包括第三季的 投资及衍生工具的亏损 达到235亿 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苹果的重仓 苹果的股价下跌 就拖累了它的投资表现 期内的经营日利 就按年升了40% 去到破纪录的107亿 远好过市场的预期 受到保险业务和利息收入的带动 值得留意的是 他们的手头现金 就升到纪录新高 超过了2021年的第三季 第三季的时候 其实巴郡就大量买入了 最少5厘的美国短期国债 截至9月底为止 就持有了1264亿美元的相关投资 去年年底只有930亿美元 好 朱sir 现在见到巴郡陆前持人的现金 就达到1570亿美元 国债的持仓亦大增 你觉得是否意味 我们这些小投资者 都要跟一跟它 即是说 未来都会有一些风险 大家需要留意 要将现金比重提升 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可以去分析 第一就是说 其实在巴郡的现金来说 是创新高 这个坦白说 也不是今季这一面的现象 其实它的现金不断 因为公司老实说 在保险的股业里面 实际上是投资得太成功 或者太赚钱 老实说 所以它的现金本身来说 是没有什么特殊支出的 这间公司 变成现金本身 断季都不断去上升 这一刻 它回到每一季 它又不是特别投大多的问题 可能有渣有孤 它又不是剩头放入股市太多 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每断一季的角度 现金多于上一季 都是相当之合理的 而第二就是巴郡 其实对于投资 就是说要大手出击的时候 它就是真的要去到 有些金融的危机的时候 才肯出手的 你看到它的习俗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一个 在股票平平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金融的 重大的震盪 而令到整堆股票 或者在它心目中 优秀的股份 充满内在价值的股份 它是大幅低于内在价值 它不出现这些情况 基本上它不会带它出手的 那变成它宁愿不断铺现金 或者去买个国债 这个是收息 变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的投资策略 我们要理解 所以对于我们小市民的 那个启示 我觉得相对来说 就比较中性 好方面 那个启示 就是说其实 未必说是需要 跟到整个 strategy 跟到足够 因为都坦白说 如果你前五六个季度 看到它的现金 就断季去报告 它都是创新高的 你断季都是创新高 然后你什么都不投的话 那其实又好像错了一些 一定的机会 这个OK 那变成了我们可以理解 为一个比较中性的解读 这个 最后就是说 包括我都很认同 另外一个 strategy 就是说 很坦白说 如果我好像它那么有钱的话 我都大手做它的行为 这个就是疯狂 十年期的国债 这个 因为你现在是利率 是处于一个所谓的倒挂 这个 那变成了你两年期长期是高 就是你所谓的十年期 其实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这个 那最后呢 你一拨到它那个的日价 是反转到日价的话 那其实你赢的幅度 其实你赢的幅度 是会赢过十年期的国债 这个 在那个债价的角度 这个 所以我觉得变成了 大量是投短债 那我觉得 我都是最后一句 坦白说 我有钱我都会这样做 所以是很认同的这个做法 好 那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恒生指数上升400点 重上20天线 恒指上星期五高开175点 升幅一度收窄 其后 内地服务业PMI 维持在50的性需分界线流上 恒指的升幅扩大 午后最多就是升498点 收市升433点 收报17664点 国子升141点 升幅2.4% 波子升123点 升幅3.3% 收报3937点 大市全日成交 909亿1500万 北水连续第七个交易日 陆德正流入 金额有11.6亿 快手有3.7亿 北水正流入 腾讯有2.7亿 小米有2.4亿 小鹏汽车有1亿 北水正流入 在正流出方面 中国移动有1亿9千万 北水正流出 中海游有1亿2千万 里宁有1千万 我和朱sir谈谈过大市的情况 上星期五升了超过400点 上回20天线 现在看黑期来说 上回50天线 成交上星期五到900亿 内地星期四即将公布M2 和新增贷款的数据 CPI也会公布 现在看市场预期 看到新增贷款的数据 市场预期的贷款金额 其实有机会大幅放缓 CPI也有机会重回一个通缩水平 不过看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内地股市做好 上证就上回3千点以上 你认为港股短期内的走势 能不能重上万达点 在一个转势 还是只是一个短期反弹? 我认为港股应该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我认为一点点也应该会有 因为其实最主要 我们就是说近日 环球股市的上升 特别是美国市那边 很明显是受到那个敏感 就是对于利率极度敏感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十年的国债 毕竟是极度迅速 就是由这个五厘齐头的水平 一回就回到0.5的百分点 这个等于是减 就是肯定这样说 你当是减息的作用 你肯定可以这样说的